那欧洲杯日益临近那些想要到现场观赛的球迷可要睁大眼睛了 日前乌克兰基辅警察局就破获了第一宗倒卖欧洲杯假球票案 欧洲杯赛事负责人前不久就警告说 虽然欧洲杯门票有多重防伪 但他们的设计是公开的 不能排除假冒的威胁 所以建议大家购票时小心谨慎 乌克兰警方也建议球迷要到官方地点去购买球票 因为假冒的球票是根本进不了体场的